健保本身其实已经是 全世界把药物砍到最低的保险公司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能够维持住 要继续让经济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就不能过头 你看到过头了 最后大家就不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增加医疗投资 让我们不要因为医疗投资的不足 造成我们整个医疗经济活动的扭曲 另外在这个现状下 食药署它是不作为 因为你既然一砍药价 你要做好对药厂的排程 我对食药署要提出 你必须 当我们总额没办法增加的时候 药价要砍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作为 其实有作为可以减换这个药品缺乏的问题 可以减换 但是没办法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就是要扩大医疗投资 要增加健保总额 才不会 因为怕排挤其他医疗费用去砍药价 薛瑞连薛部长讲的 如果说民众继续品牌的尼斯就等死 我觉得薛瑞连部长讲这个话 卫福部没有做好民众的一个医疗 要养药 小的药厂发挥怎么样 可能就是长期登套 或者是改做保健食品 健保署的官员他还说 砍药价不是缺药的主要原因 我们把它简单化了 我要跟健保署的官员讲 你们这个砍药价才是简单化 你并没有去为民众想为健保的长远想 为了因应人口老龄化 慢性病患的用药价的增加 现在九层砍的都是慢性病的老药 那这些慢性病的人 没有药可以用的时候 那他们的生命 我们缴了健保费 等于说健保署他们是保险人 有义务提供我们一个完整的医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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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